大家好,我是那个声音为零,人更加闽临的小莫 今天给大家带来电影叫做《拉手保姆》 给的男主是个青发小侦探,名字叫克尔 克尔胆子很小,学校的小伙伴都叫他从逼 所以他经常被同学欺负 他的父母担心他的安全,他们请了一个保姆照顾他 这天放学后,克尔又被一群同学欺负 这时性感的保姆Tina及时感到教训了他们 接着Tina把克尔送回了家 显然他已经被这个小狗母深深的吸引了呀 这周老爸老妈突然说要外出度假 然后把克尔叫给Tina照顾了 父母不在家,当然就是他们的天下了 他们两人在家看了一场双人party 玩累了还一起看了场电影 结束之后时间也不早了,克尔想回房休息了 Tina给了他一杯酒,可是他没喝 估计是不敢喝酒吧 其实他要把这杯酒喝了,也就没后来这些事了 因为酒里Tina发了安眠药 一直没睡的克尔突然听到外面很吵 出去后看见客厅里的Tina正在和一群人玩真心话大冒险 本想着某点福利的克尔却被下面的景象吓呆了 突然Tina拿出一把刀干掉了一个男的 说要准备搞个巫术仪式 但是还需要一个小孩子的血 于是这群人准备上来抽他的血 克尔赶紧回房间报了警 然后继续假装睡觉 后来这群人抽了抽尔的血就走了 克尔打算用床单从窗口爬下去逃跑 结果被抖到门后的Tina发现了 可这时克尔却因为抽血太多晕倒了 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被绑起来了 这时Tina说出了做这些事的原因 原来Tina无意将写到了一本书 只要把两个最纯洁的人的血混合地带书上 在那书上的咒语就可以实现所有的愿望 克尔说要写就直接说啊 我会给你的啊 可克尔一边和他们抽血一边用刀割后面的绳子 没想到却被后面的镜子全部照了出来 遭到了他们无情的嘲笑 正在此时两个警察赶到了 他们冲进了房子 结果却被基友男干掉了其中一个警察 这个受伤的警察随便开了一箱 没想到大兄妹中弹 不过还没死 剩下的一个警察在和大黑男对峙的时候 被Tina从后面一刀解决 就在这个混乱的时候 克尔左路而逃 倒门的大黑男在追逐的时候掉下去摔死 克尔逃到工具屋 看到了一根大烟花和树虫剂 后来他拿着这些东西躲进了地下室 没过多一会儿 梅猫女追到了地下室 经过一顿打斗 克尔用烟花和杀虫剂干掉了他 可又遇到了鸡肉男 他拿跑到过鸡肉男啊 很快就被抓住了 正当鸡肉男准备解决掉克尔的时候 那个气软潘硬的小胖子又来了 并用鸡蛋轰炸克尔家 这时鸡肉男看不过去了 让克尔去教训小胖子 然后再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事情 克尔趁机告诉小胖子 自己家里死了很多人 连警察叔叔都被干掉了 希望他能留下来和自己一起干掉剩下的坏人 结果却被一顿判斗 弄得满头都是鸡蛋 小胖子走后 鸡肉男过来了 准备解决他 克尔争处后拼命的跑 跑到了一个树上 这时鸡肉男也追了上来 幸运的是鸡肉男脚下的板漏了 他士卒落下被绳子吊死了 还没消停下来 蒂娜就朝他开枪了 不过没打着 他跑到邻居家 蒂娜也追到了这里 不过最后也没有发现他们俩 克尔让小女孩赶紧报警 自己却跑回了家中 没想到大兄妹突然冒出来要干掉克尔 正在他们交战的时候 蒂娜一枪抱了大兄妹的头 接着克尔用那本书威胁蒂娜趁机逃跑了 最后偷的邻居的车撞下了蒂娜 在废墟中两人相互哭诉了一会儿 后来警察来了 有两个小孩也投购了克尔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给孩子请了漂亮的保姆 最一定是好事啊 好了 小莫终于